2024 印尼最强恐怖片《血腥列车》震撼来袭 上映首周的票房就远超韩国大火电影《破幕》 在我看完觉得黄焖鸡米饭都不敢这么去闷 各类限制及场面绝对让你看得欲罢不能 有情提示 影片全程高能 胆小的观众 强烈建议爱他你的大晕肿朋友一起观看 故事开始 小诺为了庆祝自己的癌症有所好转 于是邀请了妹妹小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隔天两人紧锣密鼓地收拾好行囊 随后就坐上了这辆曾出过事故的列车 两人都以为此行是奔赴光明的远方 却不知一场恐怖的噩梦也就此拉开了序幕 车辆行驶没多久 玛丽就看到站在连接处的男人 好心的玛丽本想着上前劝导 可当她来到这里后 她看到的男人却又消失不见 询问到工作人员时 她根本不清楚玛丽嘴里说的人 虽然是有蹊跷 但最后也只能不了了之 一路上的河山美如画 在妹妹欣赏时 一只乌鸦猛地扑了过来 不过她也没多想 毕竟这又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与此同时 洗手间里的小诺就碰见了怪事 玛丽看到的男人这会儿出现在了女厕所里 不过这一幕刚好被她给完美地错过 随着火车不断前行 车厢里的人也走向了那漫无边际的黑暗 列车钻进隧道 司机这时就发现了不对劲 监控中明明没有人 可车厢门却像有人般地在不停开关 还没等她搞清楚怎么回事 小花就给迟迟未归的姐姐打去了电话 但奇怪的是 电话那头却回应手机不在服务区 刚要去寻找 过道里的灯泡就开始不停闪 说不仅如此 五号车厢此刻也冒出个短发小女孩 然而下一秒 眼前的女孩就成了一只阿飘 随着火车底部冒出一阵电光火花 不久后 小花找到了四号洗手间里的姐姐 可小诺抬头一看 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这辆车明明有五节车厢 但五号车厢这会儿居然消失不见 两人急忙将这个发现告诉了服务生 服务生看后也被这一幕给惊呆了 为了不引起乘客们的恐慌 他并没有将这件奇怪的事说出来 不过只终究还是包不住火 很快就又有一个男人发现了不对劲 在他的挑唆下 乘客们纷纷开始躁动不安 不过能言善变的服务生只是说车辆出现了故障 这一番有条有理的话 才勉强应付了他们的质疑 服务生从事铁路工作这么多年 这种怪事他还是头一次遇见 惊慌之余 更奇怪的事情再次发生 好好的电箱里这会儿已经挂满了粘液 谁让他本就紧绷的神经再上一番心高 扭头他也看到了先前事故中死去的乘客 此时列车长走来吩咐 他只要稳住乘客 归根结底 这都是铁路局的事情 紧接着服务生就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告诉了乘客 但这种自欺欺人的话显然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被蒙在鼓里的乘客很快再次进入隧道 此时身边也突然响起了女人的吟笑声 没意识到严重性的乘客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还以为这是列车上播放的歌曲 随着列车不断前行 现实很快就给了他们一个答案 说吧 一名乘客貌似像被什么东西给附身 语无伦次的说着一些奇怪的话 其他人都被这一幕给看傻了 男女老少健庄没有一个人敢上前制止 文婷此言 车厢里的乘客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有的人在想如何逃命 有的人还在拿着相机拍照 说完车厢顶部爬过来一名白嫩的胖女人 等妹妹发现时 乘客已经成了女人的奴隶 伴随着一声尖叫 四号车厢也已经不知去向 这件事很快就在各个车厢中传开 发展到这一步 服务生也是有口难辨 他们这才明白自己这是坐上了一辆死亡列车 更倒霉的是 与外界联系的手机也没有信号 绝望之际 经理低头看到沙发上已经长出了绿油油的苔蚓 看着事情开始往愈发严重的方向扩展 经理随后就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列车长 只是现在与总部的联系早已经中断 事到如今 他们只能祈祷能平安到达终点站 为了活下来 乘客们都将车票升级成了靠前的贵宾车厢 可这里的清高知识根本不屑与这群下等人坐在一起 就这样列车一路向前 带着众人驶向那更深更可怕的黑暗 当来到下一岁道时 耳边就传来一声尖叫 来到餐车 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狼藉 并且这里的服务人员此刻全都消失不见 在疑惑时看到角落里的阿飘正在啃食着手里的小零食 吓怕的几人扭头悄悄离去 还没走两步 他们就像是被堵住了丝毫动弹不得 说话间 先前死去的乘客全都出现在了车辆里 此情此景把他们吓得魂都快没了 为了离开这里 众人纷纷各显神通 轮到这名高雅之士的时候 他却被直接绊倒 他发生的动静吸引了所有阿飘的目光 胖子只是对他动动手指头 这名高雅之士就做出了相同的动作 女人死后越来越多的阿飘被吸引到了这里 手无寸铁的乘客完全不是他们的对手 末日之下最不缺的就是告别 那名被困在尸群里的女人最终难逃一死 不久后 列车驶出隧道 此时也只剩下两节车厢 他们多想这样睡过去 把刚才的遭遇当作是一场噩梦 听着死亡的警钟在耳边响彻个不停 在这种情况下 人心也被展现得一览无遗 经理为了洗白 将一切怪罪在那群经济舱的人身上 经理不断挑唆 是他们策划的阴谋 为了就是躲到贵宾车厢打劫他们的钱财 听到这里 那名富有的男人立刻警戒了起来 看到这里 经理立刻锁上了仅剩的一节车厢 车辆再次驶进隧道 接下来意味着什么 我想每个人都心知肚明 不久之后 头顶上的胖女人爬了过来 如今留给他们垂死挣扎的 就只剩一节车厢 服务生建议必须要赶快停车 不过她的建议却遭到了经理的一票否决 她认为只有赶快离开这里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说完 她来到驾驶室 要求司机把火车速度提上去 意见不同的几人冲进来与她扭打在一起 争执中 男人一脚踹飞了等着吃瓜的服务生 列车停下来后 就将经理给绑了起来 随后玛丽就拿出一张她丈夫的照片 原来玛丽的丈夫先前在她手底下从事铁路工作 男人给玛丽买这对助听器之后 再没了音许 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经理 根本不承认见过她丈夫 但真相不会因为她的否认而被埋没 不想与她同流合污的列车长这会儿说出了一切 在之前建造铁路时 他们为了能把自己的利益做到最大化 于是两人就擅自更改了铺设铁路的方案 更改后 也摧毁了女人赖以生存的家园 自己做下的恶现在到了偿还的时刻 于是便有了之后一系列的灾难 但是现在去说那么多又有什么用 说完 今生的几人就徒步走下了车 此刻贪婪的经理还被锁在铁栅栏上 如果不出意外 意外还是发生了 紧接着 那名女人就凭空出现 将手碰到她的那一刻 经理就像一颗脱水的烂白菜 身体开始迅速干枯 不久后 离开的列车长也迷失在了丛林中 就在她绝望时 身边就围满了几只阿飘 再与其他人做了告别 小诺两人也踏上了这条漫长的求生路 只是刚离开没多久 身后就冒出一只阿飘 两人被吓得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可当一回头 面前的女人就直接把她吓晕了过去 等小诺再次醒来时 她已经被藤万给馋得丝毫不能动弹 扭头看去 藤万正吸食着妹妹的身体在不断成长 没过一会儿 妹妹的身体就被完全榨干 让我奇怪的是 大树长成后束缚小诺的藤万就又缓缓地退了回去 女人用他们的身体作为养分筑起了这棵参天大树 与此同时 那几条隧道也发生了坍塌 如果要我来评价这部电影 那就只有四个字 又臭又长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哈利 喜欢的点个赞 谢谢